惊吓瞠目结舌地看着形象全无的邓峰,有些不敢信这人是不苟言笑的知府,当真是开了眼界,陆毅正对着惊吓,自然看到了惊吓的表情,当下侵害一声,邓大人,这件案子已经有些眉目,只是若要破获,还得等两天,宁可先将恋爱送到安全的地方,或者派人保护。 陆大人,我要说的就是这个,小女她,她不同意,非要等着,可是偏偏小女最近也不知道受了什么刺激,寻死灭活,我也不能强迫,邓大人满面仇人,将陆毅当成了救命稻草,就是不知道这陆毅锦的名声,能否震慑得了那群萧小,陆毅自是不知道邓峰心中所想,他只能安抚,这样吧,大人多加派些人手,今晚我也会过去, 贼人若是来,必叫他有来无回,邓峰文言,对陆毅谢了又谢,多谢陆大人,本官这就去安排,惊吓看着邓峰急匆匆的离去,凑上来,大人,这邓之府,真把你当成神仙了。 想了想,饶有兴致的打亮了陆毅一番,还是个俊美的吉祥物,陆毅脸色一黑,原惊吓,最近读书了没,惊吓听到这话,转身,哎呀,大人, 你不是要找宋城吗?我这就给你找人,然后一溜烟的跑了,陆毅摇摇头,也转身进了衙门,这边跑着跑着撞到了要去找陆毅的林谦人,头二,说完往林谦人身后瞧了瞧,头二,宋补头呢? 陆大人找他,林谦人侧着身子让过惊吓,宋城在牢里,你去让他审讯完了过来一趟,惊吓一听,眼前一亮,莫不是有什么好消息了? 想着,脚下一拐,向着大牢的方向走去,到了牢里,看到宋城正在审讯一个妇人,只不过这架势,看情形是一无所获,当下挑了挑眉,走了过去,头二,这人,惊吓抱着胳膊下巴点了点坐在椅子上的人,宋城正被这夫人弄得心浮气躁, 刚想转头骂人,见识惊吓,不得不耐着性子,这个妇人是玉楼的老板,说完见金下仍是懵懂,略略压低了声音,玉楼是知府大人的小舅子,在背后支持,据说这位是知府小舅子的,说完宋城给了金下一个自行体会的眼神, 金下没想到还能听到八卦,不过这位知府小舅子,想着刚刚知府邓峰着急的样子,当下转了转眼睛,惊吓一声,这位大姐,你认识邓知府的小舅子,妇人不理会金下的问话,反倒来回打量着金下,呦,这位小娘子还是个不快啊,不如你到我哪儿去,我给你的钱保证比这里的多,还能让你有人疼,如何,金下面色古怪的打量了她一番, 到了知府大牢,还能这般嚣张的当真不少,区区一个寄院的老宝,靠上了邓知府的小舅子就能如此跋扈,这要是本人,那谎了的,就怕我去了,你那儿放不下,金下勾纯一笑,倒让人看出三分路易的影子,只是这妇人毫无所知惊吓的意思,偏偏还觉得她不同于青楼中的女人,眼中竟然迸发出志在必蝶之意,一边的宋城也觉得这夫人蠢笨, 可是爱于邓知府在,她还真不敢将这夫人如何,不管路易曾经如何声名赫赫,毕竟杭州城还是知府的地盘,她一个小小的捕快,如何敢得罪知府的亲戚,更何况知府大人这个小舅子,据说是知府老丈人的独子,为人嚣张,狠啊,她一个小捕快可得罪不起,想到这儿,宋城的脚步往后缩了缩, 反正人惊吓想出头,就让她出头好了,惊吓没有注意到宋城的小心思,反倒是那个妇人觉察出宋城不出声了,越发的嚣张,你这个小娘痞,都不如踏实去儿,就算那个阴歌儿,是我们御楼的姑娘又如何? 不就是死了一个姑娘吗?少见多怪,死了一个姑娘? 惊吓转头,看向宋城,死的那个是他们那的,没错,死者是他们御楼的一个姑娘,宋城回答过后,才反应过来,自己为什么要受袁惊吓的指使,惊吓倒是被这夫人满不在乎的语气激出了点火气,死人而不报案,难不承认是你们杀的? 这位姑娘,饭可以烂吃,话不可以烂说,我们都是良民,是阴歌儿那小亮蹄子,自己跟人私奔,这不被人杀了,妇人像火烧眉毛似的,吵嚷起来,喊了完了,甩了甩手中的手帕,一脸不屑的说道,哼,十又八九是他那个拼头不想要他了,嫌他碍事儿,就把他给杀了,拼头?什么拼头?你好好说说。